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erman開箱 今天會不會帶來的開箱呢 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那就是最近有沒有看到新聞 台灣的各家電信業者 都陸續的開放了他們5G的基地台訊號 同時也推出自己的5G的資費方案 那我們今天特地重本 也不算重本 就很麻煩的申請到了電信三雄 包括了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遠傳 的這個測試門號 然後呢來為各位進行實際的測試 來看一下說三家的5G訊號 到底誰比較強 還是說表現差不多 然後也順便的會來做一些實測說 包括了Speed Test 包括大檔下載 包括了遊戲App的測試說到底 5G在一般的日常應用的情況下 有好用很多嗎 還是說跟4G差異不大 那要特別講的是我們這次測試的三個電信業者的門號 都是我們用一般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申請到的方式去做申請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訊號才是最準的啦 因為如果藉由公關的方式 或是媒體的方式得到的這個門號 可能訊號會特別好 我覺得那可能就不會是我們想要做的真正的意義上的實測 所以這支影片也不會是業配 因為是要做一個公正的比較 我們這次的測試範圍大概都會是在 大台北的這個區域 因為時間的關係比較沒有辦法去測到全台灣的訊號 但也請大家多多等待 那也給大家做一個參考說未來如果真的要申辦5G的話 電信三雄選哪一家會比較好 我們就開始吧 這一次我們測試5G訊號的手機選用的是 Sony Xperia 1 II 之所以會選擇這支手機呢是因為它是目前台灣 少數有支援全部的5G頻段的手機 接下來的訊號測試我們會確定三個門號都用5G訊號才開始進行測試 並不採集4G或者4G Plus的訊號 我們的測試方式都是開啟SpeedTest的App來進行上傳跟下載的速度測試 並且會測試5次採集平均值 我們首先來到位於萬華區的西門町6號出口 中華電信的下載速度平均為697上傳為115 遠傳電信的下載為372上傳為90.7 台歌大的下載速度為208.8上傳則是35.08 可以看到在西門町鬧區的5G訊號是中華電信表現最佳 反覆測試都相當穩定 接下來我們來到中正區人潮相當多的台北車站 地點是在東山門的出口 這邊中華電信的平均下載速度為410上傳為52.52 遠傳下載為455.8上傳為114.08 台歌大的下載為259上傳為22.62 可以看到測試結果中華電信跟遠傳的下載速度差不多 但是上傳速度是遠傳最穩定 而台歌大的速度相較於其他兩間電信商 其速度大概只有一半的水準 接下來來到了寸土寸金的信義區 地點是成品信義的門口 中華電信的下載速度平均高達966.1上傳為115.12 遠傳的下載速度為675.6上傳為111.68 台歌大的下載速度為600.2上傳速度卻只有31.58 這一次測到的數據平均都有超過600 中華電信甚至有一次是超過1000 非常接近在實驗室裡測到的數據 可以看到在信義區的5G訊號其實三家的下載速度都不錯 而中華電信依舊是信義區5G速度最快的電信商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內湖區 地點是瑞光路的遠傳大樓前面 這邊是遠傳的總部 所以說是他的這個主場 中華電信的平均下載速度為279.2上傳速度為49.9 遠傳電信不愧是在主場下載速度來到了702.4 平均上傳速度為117.8 台歌大的下載速度為182.6 平均上傳速度為24.08 由於是在遠傳的主場 所以遠傳的表現最好 而中華電信依舊保有200以上的速度 而台歌大在這邊則是180左右 不過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內湖區的測試過程當中 其實5G訊號時有時無並不穩定 接下來來到了中正區 地點是在市民大道三段的三創大樓後 中華電信的平均下載速度高達800.8 上傳為127.4 遠傳的下載速度為785.8 上傳為94.28 台歌大的下載速度為328 上傳速度為38.52 三創的5G訊號相對穩定 中華電信跟遠傳都能夠衝到700以上 但是台歌大大約就只有300左右 接下來是在松山區的松山車站 這邊可以看到中華電信的平均下載速度為643.6 上傳為120.2 遠傳的下載速度為196 上傳為16.31 台歌大則是149.6 上傳速度是比較可憐的 8.62 而這一次的5G訊號除了下載速度很重要之外 另外一個賣點就是它的延遲時間相對比較短 那延遲時間相對比較短 理論上在電競的表現就會更好 因此我們邀請到了 專業的電競YouTuber兼直播組小草月 來幫我們在路邊測試一下說 5G訊號打遊戲到底有沒有比較好 各位為了測試5G玩遊戲 到底有沒有比較順 特別邀請到在台灣YouTube圈 可以說是對手遊研究很透徹的這個小草月 小草久不見 大家好我是小草 對對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有特別找了一個 訊號不錯的地方 然後讓小草月實際用傳說對決 玩了包括5G的狀態跟4G的狀態 那小草月跟我們聊一下說你覺得 他跟驅網玩的差異在哪裡 我覺得在外面玩起來的話 雖然他有時候Ping會很低 5G的部分 5G底就會比較低就對了 會有跟在家用驅網玩起來感覺差不多 就是會有那種10Ping左右的操作 可是他還是會有一個浮動值 就是他有可能會隨時會到450 你的操作會慢 偶爾會爆Ping 對偶爾會爆Ping 但是會明顯感受到比4G再快一點 但是4G的話可能平均起來會大概落在230 但也是會爆到450 我覺得這可能跟遊戲的伺服器比較有關 但是整體比起來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差距到非常非常大 你說4G跟5G的差距沒有到 因為他還是會浮動 還是會浮動 但是如果在家玩的話 會比較降低那個浮動值 爆Ping的機率也會比較低 就是我剛剛跟小草聊了一下 然後就是小草有提到說 其實不可能完全0Ping 因為跟遊戲伺服器有關係 可是玩家要追求的是 最好都維持在要嘛10Ping 要嘛20Ping 如果5G的確偶爾可以10Ping 可是偶爾又爆到450 那可能還是不如在家連Wi-Fi 對對對還是不如 但是明顯還是有比4G好一點點 明顯好一點點 但我覺得差距不大 差距不大 那我們感謝小草樂的分享 大家多多支持他的頻道 掰掰 謝謝Ping 掰掰 我們也嘗試了在平均下載速度高達900Mbps的信義區 來下載各種大檔 首先Google雲端下載一個5GB的影片素材 只需要1分20秒 而從Google Play商店下載 檔案高達2.2GB的狂野飆車 從下載到安裝好也只需要1分03秒 開啟YouTube觀看4K HDR的影片也是無延遲的播放 時間軸隨意拉都能夠順利的播放 把這部4K HDR的影片下載也只需要6秒鐘 Netflix的影集播放時 在時間軸上隨選隨放 畫質依舊表示相當的清晰 經過了我們幾天的測試之後呢 這一次電信三雄在台北市的5G訊號 很明顯是中華電信 我覺得算遙遙理先 因為他除了在我們前面看到的幾個點速度都比較快之外呢 重點是他在很多點是只有中華電信有5G訊號 遠傳跟台哥達可能沒有 包括我們在坐捷運啊 坐公車或是坐計程車的時候 所以其實以覆蓋範圍來說 台北市中華電信應該是王者 在這個階段就是2020年的7月 當然未來遠傳跟台哥也說他們會持續的步點 不知道未來的狀況會怎麼樣 那來講一下目前的5G方案到底值不值得辦 直接講結論 就是我覺得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太值得辦的 因為第一個他比4G貴了蠻多 基本上現在4G的資費很多人都使用499吃到飽 或者是有的貴一點點599 699吃到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壓在1000塊內就可以吃到飽 但是目前5G的方案電信三雄都還沒有推出 任何1000塊內吃到飽 基本上我看都要1399或1299才能夠吃到飽 而且這個資費一綁就要綁兩年三年 那大家自己算一下這個資費其實你繳了 兩年或三年的話都可以買一支空機的iPhone 所以這是相對比較貴的 這是第一個不推薦辦5G的原因 就是他貴 第二個是他跟4G的體驗差異 差距不大 就是我今天要付比較貴 兩倍甚至三倍的錢 那我追求的一定就是這個差距要很大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到雖然說 在看一些YouTube高畫質影片或是Netflix 4K的影片 5G的確可以做到隨波隨放畫面很清晰 可是其實很多情況下 只要訊號夠好 4G也都能夠做得到 這一次4G到5G的這個換代的感覺 他的差異明顯沒有到當年的3G切4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當初3G訊號改4G 3G切4G其實差異很明顯 包括我在看PTT 我開臉書 我開YouTube 他那個下載速度是快 就是你覺得肉體是有明顯 感覺到差異的 可是因為4G已經夠快了 所以4G切到5G 極大部分的使用情境 其實4G就可以順跑了 所以在大部分的使用情境下 5G比4G理論上要好 可是 他那個好的感覺 一般人是感覺不到的 那你想想看有些人就說 那German我追求電競 我玩電競 5G是不是顏值比較低 可是你看我們也找了這個小草月來幫我們測 包括我自己測也是這樣覺得 就是5G的確 延遲會比較低 可是這個低的程度偶爾還是會爆PIN 會突然跳一下四五十毫秒的這個PIN的時候 反而 反而那個PIN的落差可能還大一點點 當然這個爆PIN的情況有可能是S865 才會造成的爆PIN 也有可能是這個遊戲伺服器端的問題 這個我們還不確定 但是目前現在 以2020年7月這個時間點為止 我們覺得玩電競遊戲 5G的這個PIN的改善狀況 還沒有好到非常多 所以其實無論是 看影音 看社群網站 玩遊戲 5G的體驗 差異不大的情況下 我就會認為 沒有特別的必要去花這一大筆錢 去把自己的資費 升級成 每個月1000多塊 另外一個我覺得5G相對比較不值得辦的原因是 目前電信三雄都有規定是你辦了5G門號 手機上傳下載速度的確是快 可是你熱點分享出去都有很大的限制 就是你把你的手機的網路分享給電腦 分享給筆電用的時候 這個下載速度還是慢的 所以 但我覺得也合理 因為5G速度實在太快了 如果你今天熱點不限制下載的話 電信商一定會虧到爆 甚至是中華電信 他自己的5G方案 如果熱點分享沒有降速的話 他可能會打到自己的光絲帶 所以我覺得電信商有這個熱點限制是合理的 但是也造成了這個5G方案相對的 沒有到那麼實用那麼方便 所以呢 你要拿來做熱點分享的話 其實4G也夠了 因為5G拿來做熱點分享 也沒有比較快 所以5G綜合了現在資費比較貴 然後當前的手機型號 支援度 還有手機玩遊戲 拼值的改善 相對有限 然後大部分情境跟4G都差不多的情況下 我的結論就是5G不用急著辦 那可以觀察的是下半年新的iPhone 12 一定會有支援5G的型號 我們就要觀察iPhone 12 作為另外一個陣營的5G晶片 他在玩遊戲上面的這個延遲狀況怎麼樣 如果iPhone 12 未來的晶片 5G晶片 玩遊戲真的 那一個爆拼的情況有大幅改善 然後延遲都降低的話 那重度的電競玩家可能就可以買iPhone 12 或者大家也看到這個 rumor 就是ROG的這個ROG Phone 3會用S865 Plus S865 Plus在5G的延遲上如果有降低的話 那可能安卓陣營也有些人可以考慮買5G 而且我覺得一定可以期待的是下半年 趁著iPhone上的這個檔期 電競三雄一定會推出更猛更便宜的5G方案 所以真的不用急著辦5G 那什麼樣的人現在可以辦5G 我覺得是有大量的大檔下載需求的人 因為唯一我覺得合理的使用情境目前測下來是 我用手機下載Google雲端的大檔下載 這時候Google給的頻寬其實是給滿的 所以的確用5G然後Google下載大檔下載別人在雲端上傳的 毛片或者是各種大型的檔案 的確你可以把它下載好 然後放到手機裡的SD卡裡面再傳到電腦 你如果有這個需求的人 可能可以用5G 但一般人我都推薦再等等 就是5G未來方案應該是會降 當初4G電信三雄就說 我們絕對不會隨便輕易推這種便宜的吃到飽方案 可是只要一家開打 另外兩家只好摸著頭皮硬上硬打 所以5G會不會演變成這個狀況 我覺得還不好說 好不好 那反正我自己目前為止 應該是不會辦5G的這個門號 就4G繼續吃到飽繼續用它 但也有可能這個狀況隨時改變了 因為5G至少這個世代的訊號應該還要再用個 3到5年吧 因為其實5G的基地台成本非常高啦 所以它要完全普及 需要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它的一些應用 未來有機會的話再跟它解釋 我還是很看好5G的未來 只是現階段 我覺得一般人 是不需要去辦的 好不好 那以上是這一次的5G訊號簡單測試 跟我自己個人的心得分享 大家如果不同意見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Follow的Instagram 就下次見啦 掰掰 讚 Musik 字幕這麼像 柱少人 階achte 無份 字幕紅 顛簇 海